因為核能啊 已經被世界普遍認為是 那政府是不是願意 採用重啟核能 以補足我們未來電力補足的這個危機 有沒有這個選項 我們沒有電力補足 那現在就是 沒有補足為什麼台電一直虧損 我現在 首先要跟您就叫電費調漲的問題 市長院長元宵節都還沒有到 民眾口袋中的紅包 卻馬上又面臨要掏出來 因為台電已經準備針對 半導體與民生的用電 要再次的全面調漲電價 而電價的上漲 必定又會引起一波民生物價的調漲 人民只能繼續鼓哈哈的過日子 過去蔡英文總統曾經說過 在他任內電價絕對不會掉大幅的上漲 但是我要告訴院長 過去蔡政府歷年電價調整的歷程 到2023年為止已經調漲三次 分別為2018年的4月漲3% 2022年7月漲8.4% 去年2023年4月漲11% 漲幅共高達23% 此外對於台電的虧損 我們看到政府永遠只有兩招 一招就是調漲電價 另外一招就是政府的補助 那我們看看我們政府在2022年 就已經補助了1500億 在疫後條例也編列了500億 然後今年的年度預算 可能會再支柱1000億 所以難道政府只會用漲價 與補助這兩招嗎 我想過去台電累計虧損 到今年為止又將高達3800億 所以在這邊要請問經濟部 面對台電3800億的虧損 除了漲價與補助 還有什麼樣的方法能夠解決 那也請問院長 電價上漲會不會造成物價的上漲 而造成通貨的膨脹 我想電價調漲當然會帶動物價的上漲 這就是為什麼我們在 剛才你講的三次電價調整的過程當中 都一直相當的謹慎 沒有充分的來反應燃料的成本 那特別是在俄乌戰爭的期間 全世界的電費都是上漲 有些是成倍的成長 可是三次加起來 委員剛才講的 實際上我們的上漲的調幅 是比起其他的國家來的偏低 第二個很重要的就是 當我們電價在調整的時候 我們會看哪一個產業受到的影響比較大 就要調整幅度要下降 哪一個產業受到的幅度比較小 我們會比較高的調漲 那特別民生的話 也看他的用電量來調整 所以我們的電費調整呢 實際上是很細緻的在調整 不是說 一體全部漲多少 這也就是我們在這三次的電價調整的過程當中 相當細緻在調整 那這也就是我剛才講的 所以我想這個院長 過去我們在調漲電價 在過去大家都一直很謹慎 甚至有時候動漲 那我們當然就剛才陳如院長講的 因為這個電價調漲就會造成我們物價的上漲 生產成本增加 那物價上漲 就會帶動我們人民的生活呢 就會這個生活指數會痛苦 因為你薪水一直沒有增加 結果你的民生這個物價 民生必需品一直漲 但是我們也不能夠叫台電一直是 所以我要請問院長 那個電價如果一直漲上去 造成物價的失控 我想我們就是因為不讓物價有失控 所以我們才會把電費的調整 調得很細緻 剛才我講的 而且沒有調到完全的幅度 那但是我們也不能夠讓台電 去做發一度電就賠錢 院長你講到一個重點 不能讓台電持續的虧損 對 那這個部分我是不是請部長 沒有我再繼續問下去 那所以我們要如何解決台電虧損的問題 因為我們現在看到的 台電連年虧損 每年都在虧損 那我們就只有兩招 一個就是補助 一個是漲電價 就正如院長你講的 就是要漲電價讓他不要虧損 但是他又一直虧損啊 到底要怎麼樣讓他不會虧損 因為這個台灣的原料一定都是要進口 那這個是國際的價格的機制 這個我們沒有辦法解決 但是用政府的補貼 確實可以讓電價不要漲這麼多 那台灣的這個物價的這個漲幅呢 在全世界裡面相對是比較平穩的 所以台電我們一直講半年效破塊的原因是這樣 那這一次呢 因為我們算起來台電整年的這個虧損 就是要把他相關的政府的補貼 或者電價的機制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我們透過這樣的 就是要達到台電平衡 跟漲價您的目的就是希望台電不要虧損 對 不要再繼續虧損了 但是您能保證我們這些措施做下去 明年台電不會虧損嗎 因為今年我們一定要確保今年台電的平衡 所以我們指標不治本嘛 這樣聽起來 就是保證今年能夠讓他平穩 那明年呢 明年因為這個相關的燃料價格的部分 國際的波動 都其實都還要再看 其實這個我想這個行政院或者進一步 其實我們很想告訴您的就是說 台電的虧損問題要如何解決 這面臨到我們的能源政策 是否要重新去審視檢討的一個問題 我想我們這個台灣的整體能源政策 這當然不僅牽涉到 剛才您提到的整個全世界 因為這個原料上漲的一個問題 當然台電它本身的經營管理 以及我們這個政府的規劃的徹底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這部分我們也要去做考量的 讓台電能夠收支平衡 所以我想我就是總結我問一個問題 因為現在核能啊 已經被世界普遍認為是乾淨能源的一個能源 那政府是不是願意採用重啟核能 以補足我們未來電力不足的這個危機 我們沒有電力不足 有沒有這個選項 我們沒有電力不足 那現在就是 沒有不足為什麼台電一直虧損 就是因為我們的燃料的價錢貴嘛 那我們沒有充分訪問成本 所以不是能源政策有問題嗎 這完全 因為我們現在是展綠對不對 我們發展綠色能源 然後蒸氣嘛 減煤嘛 然後核能實際上在台灣的 這個電量的佔比是相當低的啦 而且如果 所以我現在 我請教 院長 有沒有就我的問題 你回答我的問題啦 如果要 是不是願意 重啟核能 全世界都認為他是乾淨的能源 那現在我就回答這個問題 如果一個核電廠要研議 要研議 那我們依法呢 他一定要做這個安全的這個調查 那一一旦要申請研議的時候 也要到 最起碼兩年到四年以後 才能夠再繼續發電啦 那所以呢 這是一個 反不及急的一個做法 即使你說 核能要 要研議 到目前的 台電的這個 這個狀況來看的話 是不能解決 短期內 是不能解決問題的 好 如果院長既然您這樣說 我再請教你 那 對於這個 我們政府啊 對於台電持續虧損 或者電價一直上漲 那到底我們政府的規劃 與徹底的解決方案是什麼 跟委員報告 事實上 就電價的這個漲幅齁 譬如說有用核電的韓國 法國也好 事實上他們漲幅都比台灣還多 對 韓國漲了百分之八十幾 那個 法國漲了百分之六十幾 所以他們電價都比台灣貴非常多 所以現在台灣是因為確實在為了這個壓抑這個通膨喔 所以沒有漲足 我們現在的發電成本沒有含稅是三點九三塊 可是我們現在賣的電呢 在民生的部分大概兩點六塊 部長我想您試圖解釋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電價太低了啦 所以你勢必要漲啦 我想我還是 我們當然優先還是希望政府能夠給黃股片 我想您剛才提到韓國跟日本 他們也有從這個 讓他們的核能呢 相關核電廠有研溢這樣的一個措施啦 所以我才會請 我才會請行政院你們要進一步思考 人家都會讓核能這研溢下去 那我國是不是也要去思考 讓我們的電價可以有更多的發電的一個 我想的來源 我們的電量夠 可能我們就是這個 電價也可以喔 不用馬上飆漲 是我們核電目前的都是用到四十年的期間 好我想我想知道行政院的態度啦 我想你們持續的要去做一個 而且現在如果要研溢 核電廠要研溢 現在新北市的那個 很多的儲存草的部分的配合啦 還有民意的同業啦 這個都很重要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對場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要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積極的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Boot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MING PAO CANADA